今天来尔湾收一个出租房 结果没收成房子 房客的经纪人还给挖了一个坑 大家好 我是在尔湾做房产的Chris刘 这个租客当时是买房子带的一个租客 本来说是年底到期 租客要提前半个月搬走 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约了来收房子 本来应该是早晨来了之后 屋子都打扫好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房屋检查 然后累一下问题 拿了钥匙就可以走了 结果早晨来看了以后 这跟战场一样 这个租客正在热火朝天的搬家 租客的经纪人也联系不到 后来说本是个事情忘记了 OK我们来分享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在收房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损坏了 是要房客负责的 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文件 来做这件事情 如果房客不认可 那么怎么办呢 首先房客搬进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就是记录了搬进来的状况 这个表格是个依据 但并不意味着 你有这个表格 就可以去扣租客的定金 但是我们要重视这份表格 就像我手里拿到的这份表格 是原来的经纪人填写的 连几个房间都没有搞清楚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这个房间出现了损坏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跟房客去讲这个事情 因为原来就没有记录 所以不管是房主还是房东 都要重视这个表格 那么我们对照了这个表格之后 就是原来有的问题 和现在新增的问题 那么新增的这些 都是要房客负责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出错了 维修的估价报告 因为按照规定 就是不同的金额 要有不同的机构 或者是个人来出具 这个估价报告 所以首先你要粗略的估算一下 那么如果是小金额的话 可能handyman就可以出这个估价 但是大的金额 一定要有执照的这种contractor 来出这个估价的报告 所以它是有不同的党的一个金额的 当你有了正确的估价报告之后 你才有权利去扣房客的定金 但是在扣这个定金 也是有一个期限的 在这期限之内 你一定要做好 否则的话 你就要把全额的定金退还给房客 但是这个维修 如果房客是认可的 那当然最好了 那么很多情况下 房客是不认可的 那如果是不认可的话 只要你走了正规的流程 有正规的文件支持 那么你仍然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房客有疑问的话 那他可以通过 比如说仲裁 或者其他的方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至少在流程和文件方面 你是有理有据的 你怎么去做检查 怎么去记录 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 有需要的可以单独问我 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的时候 大家也看到了 房客正在搬家 也没有做清洁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能完成收房的 房客的经纪人呢 说明天会来人清洁 那么按照道理来讲的话 这个房主是可以要求房客 多付一天的租金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一个坑 这个房客的经纪人就提出 今天交钥匙 明天来清洁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 房主就不能要求房客 多付一天的租金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房客交钥匙 给房主的时候 这个房子的权利 就已经发生了转移 转移到房主手里的话 房主就没有办法 去要求房客 再多付一天 那么明天上门来清洁 房主来开门 那么相当于清洁 只是做了一个service 而不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说出租这个房子 所以呢 我们正常的做法就是 明天清洁完了之后 再拿钥匙 那么第三个知识点呢 就是关于火险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这边呢 它出租和自住 用的火险的种类 是不一样的 当你出租的时候 你用的是一种 但是呢 你变成自住的话 你就要把它换回来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要明确这个时间 我们什么时候住进来 然后呢 把insurance coverage 切换到这个自住的上面 出租房子 肯定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的呢 比如说房子到期了 房客联系不上 然后我怎么样能进去 怎么样能收回这个房子 这种都是有发生过的 甚至说呢 这个房客不付租金 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样把房客赶走 再比如说呢 二房东把房子分租出去了 或者做了别的用途 然后发生了问题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呢 不出问题的时候 谁都能管房子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但是真正有问题的时候 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才会帮到你 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 我感谢您的观看 TensorFl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